但是现在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科技高速发展 人人追求私利 许多家长担心学习弟子规 变得很老实 很纯正 会不会在社会上处处吃亏 受人欺负 不适应现代这个竞争的环境 学佛就是学老师 我在当年 很年轻的时候 学佛了 二十六岁的学佛 三十岁的时候 我把工作辞掉了 我专心学佛 许多人骂我 责备我 受我自私自利 年轻应该要 奉献给国家社会 为什么逃避责任 跑到庙里面去念佛去了 受我消极 受我迷信 我只有自己清楚 跟他们讲不清楚 只有一个人赞成 黄东美先生 我去 这个出家之后 去见他 他一看到我 你真干了 我说是啊 老师不是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对 真的 没错 你走你路走对了 只有一个人赞叹 其他的人通通都是 毁谤的 都是封刺的 我这个路走出来了 现在 这些年来 各位看得很清楚 我们把佛法 把中国传统的学术 把每个宗教的优点 带到全世界 团结宗教 把中国 这个传统的教学 可以 化解冲突 可以 恢复 全世界的 社会安定 跟世界和平 所以这是 对社会 要贡献 对世界和平 要贡献 怎么能说 这是消极呢 所以我也接受 好几个大学的教授 佛教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从开悟之后 就开始教学 一直教到老死 他老人家 七十九岁过世的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你能收到消极吗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 释迦牟尼佛不是神 他也不是心 他是人 他什么身份呢 他是职业老师 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 有教无类 不分国籍 不分族权 不分宗教 只要你肯来学 他就很认真来教你 他是教师 他不收学费 不像孔子 孔子还收个岁修 那有点象征的学费 释迦牟尼佛不收学费 所以 他是个义务 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这名正言顺 这要懂啊 我们学福 就是学释迦牟尼 学习的时候 是很辛苦 我学了13年了 开始出来教 教到今年 刚刚好也是49年了 没有一天 不教学 没有一天 不跟大家讲解 这个经教 经教里是讲什么东西呢 刚才跟主讲过 佛经里面所讲的 能理道德 英国 哲学 科学 没有迷信 那现在就说 社会大众 对佛教 知道他少 接触他少 所以产生严重的误会 这是真的 我在没有遇到 方老师之前 也是很深的误会 认为他是宗教 认为他是迷信 那方老师介绍之后 我才接触 也接触之后 这才恍然大悟 不是一般人 所想象的 这个里头真学问 所以方老师讲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那一点都不错 是真的 所以我们终生 感谢老师 不是老师 这个介绍 怎么会知道 永远不会知道 感谢老师的教导 所以这是 这个 社会竞争是错误的 竞争 升级就是斗争 斗争升级就是战争 现在的战争是核武生化 那就是人类在地球上 整个毁灭 其实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对联合国非常敬佩 就是说他真有心 想化解冲突 促进暗定后面 我在做了多次的讲演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用神仙的教育 首先 我们不要竞争 竞争是西方的 中国的教育 五千年来 从小叫什么 叫礼让 叫谦让 没有叫竞争的 而竞争也发展的时候 后来是毁灭 所以中国人 对于利 看得很轻 对于义 看得很重 仁义 看得重 阅望 这个利 还看得很轻 不重视这个 你看这五千年 这文化底蕴都厚 科技发展到最后 如果没有能理到的因果 科技会把世界毁灭 所以科技已经走到了尽头 充满了危机 现在西方人向中国 向印度去求保 如何来化解 这个我们要懂得 你要说是 这个 富贵 贫贱 那是你 你懂得因果 那是你命里头有的 你命里有富贵 富贵自然来 不要去赠 自然来 无论你经营哪一种行业 都赚钱 命里有吧 命里没有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的时候 你去赚 你去赚 都赚不到 这个道理要懂 你明白之后 古人说一句话 说得好 君子 落得做君子 小人 冤枉 做小人 怎样才能支付呢 了凡事先是个好例子 你看看原料凡 这不整 你就学学他 改造命运 这个重要 改造命运 有理论 有方法 你要懂道理 依照这个道理去做 命运会转过来 所以是 求富贵得富贵 求儿女得儿女 求长寿得长寿 富士门中 又求婢 这是早年张家大使 讲的文 像是 都没有 依照